发视频吃大白鲨的蹄子会被判多少年 7月31日据封面新闻报道 南初警方经鉴定 正式认定网红蹄子视频所吃的鲨鱼为大白鲨 据悉大白鲨又名是人鲨 目前位列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录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单纯的吃野生动物并不会被判刑 但如果以食用或其他目的购买或杀害野生动物 则可能会判刑5年以下 情结严重者判刑甚至可打5年以上 视频发酵后 蹄子在直播室表示 自己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鲨鱼 从这里来看 蹄子对大白鲨来源至少是知情且了解的 另一方面 据水产店老板回应 这条大白鲨并非来自他的店铺 所以大白鲨到底是蹄子购买所得 还是非法狩猎所得 目前尤为可知 但无论是购买还是捕猎 蹄子和他背后的团队 这次都将难逃被判刑的命运 而对网红而言 被判刑便以为着职业生涯终结 所以大家未来应该是再也看不到他露面了 看到这里 大家觉得蹄子算不算就有自取呢